- 這些海鮮全部都是非常新鮮的 - 嗨 大家好 我是San Chosusan - 我是Lily -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北市中山區 - 我們今天就要吃五間在Google屏幕上的高評價美食 - 沒錯 因為我們上集有拍中山美食特輯 - 然後就覺得還有很多遺珠沒有吃到 - 這是今年才全新開幕的麻辣火鍋新品牌 - 不只可以和牛龍蝦吃到飽 - 居然在邊吃火鍋的時候 - 還可以邊吃火鍋的時候 - 然後還有一間是中山戰生夜限定的掛包跟油飯 - 另外還有復古又有質感的浮誇戲海鮮麵線 - 而且不用遠復韓國就可以吃到道地的千絲吉拿樂狗 - 還有口感像是優格跟奶酪之間的正宗港式養鹽燉奶 - 哇 自己的美食名單真的都很厲害喔 - 太期待了 我們就趕快去吃一間吧 Go - 第一間我們要來吃的就是 - 豪鑽頂級麻辣火鍋吃到飽 - 還有兩間飯店都在台北的中山區 - 一間是景州店 一間是大食店 - 今天我們來到了就是大食店 - 景州店是24小時不打烊 隨時想吃就吃 - 它是依照價位去做等級分類 - 最高級的還有日本A5和牛 龍蝦 松葉蟹 - 腳都可以吃到飽 - 重點是蜘蛛吧還有上百種選擇 - 我們今天就趕快去吃看看 - 欸 看它的店門口非常的中國風 - 可以看到銅錢的設計元素 - 它就在這棟建築的二樓 - 我們趕快上去看看 - Go Go -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二樓了 - 然後上來方式有兩種 - 一個是樓梯跟電梯 - 你看這裡也有電梯 - 所以我們有帶銀的推車上來也很方便 - 好 我們進來了 - 就可以發現它這邊的座位區非常的寬敞 - 以黑色橘色的牆面去做設計 -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們牆上都有很多 - 對豪轉有趣的注釋 - 你轉我轉 大家起轉 - 就吃豪轉 - 他們有分成一般的座位區跟包廂區 - 現在我們來到了就是包廂區 - 一個包廂就是十人座 - 那如果你人很多的話 - 中間這個間隔是我們已經把它隔開了 - 就等於是可以有二十個人一起聚餐 - 二十個人 - 好 幾多可以辦一個同學會了 - 而且最沉 - 在這個包廂區還可以邊吃火鍋邊唱歌 - 太嗨 - 怎麼沒有這樣過 - 好期待 等一下來唱看看 - 好 然後我覺得豪轉很貼心的地方 - 就是必定是麻辣鍋 - 身上多少可能會有一點味道 - 他們在櫃檯這邊呢 - 就有LG電子除臭衣櫃 - 你就把你的衣服拿給工作人員 - 你就不用怕會臭臭的了 - 太貼心了 - 超級貼心 - 除此之外 - 他們店裡還有裝很多台的 - 空慶清淨機 - 我覺得竟然其實沒有很重的味道 - 對 - 就是只有一點點淡淡的那種麻辣鍋的香味 - 那吃麻辣鍋就會想要來小酌一杯嗎 - 只要是店裡三個價位等級的 - 吃到飽呢 - 都有免費的啤酒無限倡飲 - 如果你除了啤酒以外 - 你還想要喝紅酒、白酒或是攤鍋燒酒的話 - 你可以直接跟櫃檯拿100元換一個代幣 - 一個代幣就可以喝到一種酒 - 然後就直接從這個櫥窗裡面拿這個酒杯 - 欸這酒杯太有質感了吧 - 對啊 連這個酒杯都這樣金光彈彈的 - 哇塞 - 如果你想要喝其他酒類的話 - 這邊有一個價目標 - 可以喝到不同種的酒 - 除了酒精飲料以外 - 這邊也有很多無酒精飲料的選擇 - 好 我們點好餐的來看一下他們的自助 - 他們除了有白飯、主食也有韓國拉麵跟王子麵 - 還有真煮麵 - 除了之外很特別的是他們居然還有打拋豬跟黑咖哩 - 然後有一群我超級喜歡的是海鮮自助吧 - 這些海鮮全部都是非常新鮮的 - 當日漁港直送的 - 然後你就可以吃到像是生蠔、蛋菜、干貝、炒蝦 - 天使紅蝦跟鮑魚都有 -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就是應該也有很多人去火鍋店 - 都一定會想要吃這種魚漿嘛 - 然後像在這邊就可以吃到蝦仁漿、墨魚漿跟花枝漿 - 吃豬肉汁還有義大運的冷凍櫃裡面有非常多的蔬菜、火鍋料等等可以做選擇 - 我覺得這個好特別喔 - 居然有豬腦花耶 - 就吃了可以補頭腦 - 對 最近有點需要 - 等一下要吃一下嗎 - 需要 最近有點差 - 然後像是甜點去的話 - 可以吃到的冰淇淋就有酷豆 - 還有哈根打子 - 另外有一台咖啡機是莫凡底的 - 都是有品牌的喔 - 我的 - 這台巧克力米沙 - 這個就很好吃耶 - 對啊 我等一下就想要來喝喝看 - 像是醬料區有非常多選擇 - 就我們一般常見的葱華辣椒是必須的嘛 - 然後還有醬油、蘿蔔泥跟沙茶醬 - 像是這邊還有葫蘆醬跟芝麻、醬油、花生可以搭配 - 就可以克制你自己喜歡的醬料 - 這邊還有很多的蛋糕 - 像是布蒂拉、蛋糕捲、檸檬茶還有馬卡農都可以吃到飽喔 - 光吃這些就可以超級飽了吧 - 誰會想吃這些超級飽 - 我就想要吃甜甜啊 -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棒 - 這邊還有一台是芒果雙麒麟 - 即可以自己自剋自畫自己的雙麒麟 - 好 我們入座了 - 你看他們的餐具非常的金光閃閃 - 像這個 - 像這個 - 像圓法耶 - 真的是滿滿的中國風 - 有那種低調奢華的感覺 - 他們的點餐方式是用QR - 又依照食材等級分成三種價位 - 光是最低價位988頂級肉品吃到飽 - 就可以吃到澳洲酒家和牛 - 跟美國Prime梅花牛 - 居然還有Winty牛通通都可以吃到飽 - 而且牛肉的選擇非常多 - 簡直就是牛肉控的天堂 - 真的 - 那如果你不吃牛的話 - 也有特級小羔羊、1比1松板豬等多種肉品 - 通通也是可以吃到飽喔 - 如果是中間價位的特選和牛吃到飽 - 也只要1688 - 就可以吃到日本A5和牛雪花 - 還有順時級干貝等高級食材 - 那最奢華的集上海鮮吃到飽2688 - 居然還可以吃到龍蝦、澳洲牛蛇、松葉蟹餃 - 帝王蟹餃等頂級食材吃到飽 - 天啊這真的是太high了 -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是第一次吃來走一個小吃路線 - 先吃看看他們的988頂級肉品吃到飽 - 登登我們火鍋來了 - 火鍋的湯底就有分單鍋或是鴛鴦鍋 - 那如果想要跟我們一樣兩種鍋底都吃到的話 - 當然就要選鴛鴦鍋啦 - 沒錯 他們的湯底總共有六種 - 其中三種是需要加價的 - 如果跟我們一樣喜歡吃到的話 - 就可以跟我們一樣點麻辣鴦血豆腐鍋 - 那另外我們還有點一個豪醉燒酒低湯鍋 - 通常在外面加燒酒不是需要加價 - 不過之前很佛心加燒酒 - 居然不需要再加價 - 趕快來喝看看 - 而且還滿很棒的是麻辣鴦血豆腐鍋裡面的麻辣跟鴦血 - 都是可以無限序的喔 - 對 - 然後像這邊的點餐時間就是90分鐘 - 左右餐時間是120分鐘 - 它就是用我們開始定位的時間開始計算 - 我們現在要來吃肉了 - 這是我最期待的環節 - 第一個我們要來吃的是988頂級肉品吃到飽 - 最頂級的食材澳洲酒加和牛 - 哇 其實它的油花分布的非常漂亮 - 而且很均勻 - 我們來吃看看 - 油花分布的比較細緻 - 所以有點咬勁 - 可是就可以吃到一點油花的香氣 - 然後我來吃看看這個美國快牛梅花 - 它上面是大理石的這種紋路 - 這個就卸得比較薄一點點 - 這溫甜牛就不用涮太久 - 也是可以很快就起來了 - 哇 你看它涮起來馬上就是這樣粉嫩粉嫩的肉質 - 這個特別剛剛的和牛再有咬勁一點 - 可是美國快的牛肉真的會吃很香 - 而且我覺得搭配這個麻辣湯 - 真的涮一涮 - 那個麻辣湯是都吸附在牛肉上面的 - 真的很有味道 - 就是其實不用特別另外加醬耶 - 如果你不吃牛的話也沒有關係 - 我們另外還點了一個伊比利松阪豬 - 伊比利松阪豬也很好吃耶 - 吃起來比較脆口彈牙眼 - 它已經Q彈了 - 而且他們每一份肉都給的不熟軟 - 還可以一直重複吃 - 我覺得988這個價位真的算是滿划算的 - 這個CP值很高 - 好 而且這裡最厲害的是 - 邊吃火鍋邊唱KTV - 真是太high了 - 還有一點是我覺得很貼心 - 就是我剛剛去廁所的時候也有嚇到 - 因為在包廂裡面就有一個自己獨立的廁所 - 就很有隱私感 - 不會跟別人搶廁所 - 然後廁所裡面竟然還有漱口杯 - 可是我們常常吃完以後嘴巴味道也比較重 - 直接在那邊漱口把自己舒適乾淨 - 然後就可以快佩佩亮亮的出去了 - 送餐部分還有可愛的機器人幫忙送餐 - 它就上面還有一個笑臉的螢幕 - 看的心情會很好 - 我覺得不論是食材清鮮度啊 - 或者是整個用餐環境我都非常滿意 - 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- 之後還會想要來嘗試看看不同價位的吃到飽 - 好 吃完火鍋我們要來吃甜點啦 - 就是這間雙眉麥養生甜品 - 它主打的就是正宗的港式燉奶 - 現在我們不用到香港就可以吃到 - 道地的港式養生甜品 - 真的好期待我們來吃看看 - 我們的燉奶上來了 -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來沒有吃過 - 所以我們點的是雙料 - 可以紅豆 紫米跟芝麻三選二 - 因為他們家的燉奶真的非常有名 - 是用冰糖跟蛋白移影 - 然後去燉2.5個小時 - 所以真的成分非常天然 - 沒有加任何的凝固劑 - 或者是香料 - 口感有點介於那種奶酪跟優格之間 - 整體吃起來是冰冰的 - 紫米的部分燉到米粒就是有些已經破碎 - 可是又可以吃到一些些許米粒的完整口感 - 整個口感其實就是非常的豐富 - 它那個芝麻帶有一點點鮮味 - 所以它整個是綜合掉好的甜 - 整體吃起來滿剛好的 - 整體吃起來滿剛好的 - 它這間店除了有燉奶以外 - 也有夏季的限定冰品 - 像是西米冰或者是冰牢 - 也有女生很熱吃 - 可以補血的汁汁味 - 但是我也會想要試試看其它的品項 - 好 接下來這間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口袋名單之一 - 它叫做麵線丁 - 觀看它的外觀就覺得它非常的文青 - 有青年年代的復古感 - 真的 要不是我經過的時候聞到那個濃濃的麵線香味 - 不然我還真的以為它是一間網美咖啡廳耶 - 每次他們最熱門的餐也就是他們的奢華海陸麵線 - 海王子愛山寶上面的海鮮料真的是滿滿滿 - 然後這裡除了有賣麵線的以外 - 你看這邊上面還有寫一個問世茶間 - 就是它的二樓 - 二樓還有另外一間餐廳是跟他們一起共用的空間 - 我覺得來到二樓真的有一種瞬間來到70年代的酒吧的感覺 - 然後你看像這邊還有很懷舊的這種電話 - 就反而這邊就更有氛圍了 -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二樓用餐了 - 那如果二樓的話就有低小兩個人 - 最少要點一壺茶是大概150元 - 然後我們現在先吃我們的海王子愛雙寶 - 沒錯 我們其實本來想要點他們的招牌愛山寶 - 可是今天它很熱賣一個雞雞丸沒有了 - 雞雞丸就是雞肉加他們魚漿製作成的一個丸子 - 然後現在已經缺貨太熱賣了 - 不過它的雙寶就是只是沒有這個丸子 - 其實它的配料還是很豐富 - 可以看到一整隻的透抽 - 然後還有魚酥 - 大腸跟鵝啦 - 而且他們的魚酥雖然是泡在麵線裡面 - 但是看起來是非常酥脆 - 這個魚酥吃起來很像油條的味道 - 我覺得它麵線蠻特別的是裡面有加一點柴魚 - 以往吃到的麵線都是亞加油蟲比較多 - 所以吃起來有一個蠻不一樣的香氣的 - 然後如果是要點茶的話 - 他們這裡除了有各種台灣茶以外 - 也有一些特調的飲品 - 像這個就是紫酥酸梅 - 但是這邊最熱門的 - 原來是用這種紅酒的瓶子去裝起來的 -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棒 - 可以享受舒適美食復古所交織的用餐環境 - 就真的可以跟朋友好好一起坐在這裡 - 就是聊一整個下午 - 現在我們要吃的這個點心也非常厲害 - 沒錯 它就是Soho - 它是韓國首創的吉拿棒熱狗 - 看起來就超級好吃的 - 我們有一部分中山站美食也是衝著它來的 - 然後它的外觀也非常的可愛 - 有那種來到聖水凍的小咖啡廳的感覺 - 好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- 然後這邊櫥窗這邊就有他們的菜單 - 大家最瘋迷的就是吉拿起司熱狗 - 哇 我在IG上看到那個畫面真的是太療癒了 - 然後還有年糕小香腸也有很多人點 - 這個很特別 - 對 - 第一次看到年糕跟香腸的組合 - 對 還不只這樣喔 - 就連韓國的卡士啤酒啊 燒酒跟台灣生皮都可以喝到 - 哇 那我們就來點餐吧 - 我們拿到我們的餐點了 - 就傳說中的吉拿起司熱狗 - 而且它的造型真的非常特別 - 上面是一圈一圈的螺旋 - 吉拿棒這樣子捲上去的 - 對 - 好好吃喔 - 我覺得它還很好吃 - 它的那個醬有點像是沙沙醬 - 嗯 - 白色的那有點像是美乃滋組合在一起 - 重點是那個裡面的熱狗是鹹的 - 然後外面就是甜甜的鹹甜鹹甜的 - 我覺得超級美味的 - 反正外面都是撒滿糖粉 - 而且還有點肉桂粉 - 所以其實吃起來有點肉桂的香氣 - 重點是它提示真的給的很不熟軟 - 這個超讚的 - 我們接下來要吃這個也非常特別 - 是第一次看到是年糕跟香腸的組合 - 然後它是用小香腸跟年糕填在一起 - 那小香腸吃起來比較像德式香腸的感覺 - 嗯 - 它上面有的醬滿香的 - 而且用韓式辣醬還有炸雞醬 - 而且用韓式辣醬還有炸雞醬 - 然後再淋一點蜂蜜跟墨醬 - 所以也是有一點甜甜鹹鹹的 - 對 - 然後吃起來年糕就是外面酥酥 - 它在裡面QQ的欸 - 很好吃欸 - 我覺得點上一杯啤酒 - 然後在這個氛圍裡面真的是蠻愜意的 - 然後畢竟也有很多貨櫃刺激 - 我覺得很好逛 - 大家先去逛一下 - 沒錯 我先逛起來再說 - 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中餐站的 - 宵夜限定美食 - 就是這間福掛包 - 聽說這間掛包真的非常厲害 - 有人說是台北最強掛包 - 還有網友說是精品掛包 - 精品掛包真的會讓人很想吃欸 - 然後這邊的餐點就只有賣掛包油飯四神湯 - 然後四神湯就有分綜合豬腸或是豬肚的四神湯 - 然後它屬於小菜飯所以作業的數比較少 - 有很多網友說它是每一個品項都是評價又很好吃 - 好 我們的餐點都上來了 - 我們總共點了三樣都是他們很招牌的 - 那我要來吃最期待的這個掛包 - 它好像真的不是傳統那種比較厚重的那種乳醬 - 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- 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- 加上裡面是加服務員花生粉 - 所以它裡面那個花生的顆粒其實吃起來蠻明顯的 - 整體吃起來有一點甜甜的 - 蠻喜歡的欸 - 而且它有加他們自己的酸菜跟香菜在裡面 - 我覺得一般掛包都吃都吃不完 - 因為可能比較乾或是皮比較硬 - 真的不會一下就吃完 - 接著我們來點了一碗四神湯跟油飯 - 很多人說這個也很厲害 - 現在剛剛超級清甜的 - 然後會有一點米酒的香 - 果然是裡面居然有放紅茶喔 - 我也很喜歡這個油飯 - 它吃起來有一點點甜甜的 - 加上它是那種粒粒分明的口感 - 吃起來不會讓你覺得很逆口 - 但是很快就會不知不覺八碗一碗飯的那種 - 我覺得這間店整體吃起來的口感都是比較清爽型的 - 雖然它是賣掛包油飯 - 可是吃起來都不會讓你覺得很逆口 - 所以這真的是那種傳統的味道 - 好 我們終於在中山吃完一整天的美食了 - 而且這幾天都是在Google評價上面非常高的 - 每一天都沒有讓我失望都很厲害喔 - 我真的推薦大家如果有來中山去的話 - 一定要把這些美食納入你的口袋名單 -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間豪鑽頂級麻辣火鍋吃到飽 - 我們用最低價位988就可以吃和牛吃到飽 - 真的是太享受了 - 而且那邊自出發選擇真的非常的豐富 - 然後環境啊等等我都非常喜歡 - 推薦給大家 - 像是我們去那個Soho - 我覺得那裡的氣氛很好以外 - 可以吃到這麼道地的韓國美食 - 哇 真的覺得很幸福 非常喜歡 - 真的是那裡很好慣 我也很喜歡吃 - 對 - 因為那裡花兩千多塊太扯 - 好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影片 - 那看完影片之後呢 - 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- 如果想要看我們去哪裡吃那裡玩 -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-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-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-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- 一起來投稿吧